好 新学期开学了 而中兴大学为了摆脱全台最烂宿舍的恶名 是花了两千多万元 以一年的时间来重新翻修男生宿舍 不但这宿舍是使用系统床柜组 而且浴室里头还有干湿分离 厕所是媲美了五星级 而且一个月的宿舍费不到两千块钱 同学们都说相当超值 不过这样的宿舍只有一栋 可以说是一床难求 端出一碗碗田汤园中兴大学办理厨欢喜 进驻新宿舍 因为去年开学被评为全台最南的南宿舍 今年要全新升级 让大家耳目一新 这边空间很深 这里要放很多东西就可以 打开衣柜 男学生塞进一整个行李箱绰绰有余 现代感十足的系统床柜组 书桌床铺一体 卫浴干湿分离 规划出晒衣间 新级厕所明亮通风干净 人住在那边都是水泥床 所以睡起来的话会比较坚硬 然后常常会撞到会痛 很开心可以酬劳 就是只要有点运气 差别是位置 就是有独立个人的位置这样 因为之前旧的房间的话 它是四个人坐在同一个桌子上面 实际来看看新旧差别 旧宿舍连墙水泥床 四人共用长座 收纳少隐私低 新宿舍系统床主 独立书桌 收纳空间大隐秘性高 一个月只要1956块 和校外租屋一个月 3000到6000块相比省很大 一学期是住 住下来是8800 可是像外面的话 如果说像能够住到像这种 就是等级的话 可能外面也要五六千一个月 中兴大学学生住宿的比例 可以从现在百分之二十三 提高到将近百分之五十 中兴大学赤资2400万 翻修使用了近40年的老宿舍 提升了学生的住宿品质 摆脱最烂宿舍恶民 明示新闻陈神林静龙台中报导